大家好,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我想繼續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特首超哥的施政報告 主要是想講一下吸引人才這方面 未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小弟的Channel 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把我這條影片看到最後 因為小弟的論述是一路展開的 大家看到最後就可以完全理解小弟的分析和論述 好,事不如辭 其實一路以來,這兩年 人們都說香港人才外流 很多說Bankers,名牌大學生都去了新加坡 又有人移民 所以這次施政報告,超哥特別推出了幾個政策 是吸引海外人才的 計算之前我說了,住滿七年可以退回她之後 另外主要是可以給一些名牌大學的畢業生 來到香港,無條件拿簽證兩年 即是說,以前畢業生 他們要在香港工作,當然要有work visa 要他們找到工作 然後呢,公司申請 向政府申請 有work visa,他們才可以 公約簽證 才可以留在香港工作 但現在不是了,名牌大學生 即是人才,聰明人 你可以讀完書 或者怎樣 或者在外國讀完名牌大學 來到香港 給你兩年時間 慢慢找工作 兩年時間就夠了 說真的,可以explore一下 創意又可以 做事又可以 無條件有簽證 其實這個真是好事來的 吸引一個人才 因為這些學生 特別是年輕人 是全世界都搶的 不只是香港、新加坡 全世界都是搶的 另外就是關於創科 我們祖國、中央 都說希望香港 作為一個大灣區 裡面一個創科的 城市 可以和深圳一起合作 這個意思 怎樣可以打通 任督義脈呢 其實可以吸引到 很多科技人才 來香港試試 亦都是因為 香港是一個 可能是 研發中心 我們很多明媒大學 其實都有很多研發的項目 另外 深圳、內地 就可以用一個製造中心 將研發的成果 變成一個 賺錢的經濟項目 就好像 前面就是研發 後面就是製造 這樣來講 其實是一個 很好的混合體 希望可以參與到 世界各地的人才 的專才 也是 現在 另外 習近平主席都說 青年是我們香港的未來 也是我們國家 我們祖國的未來 希望 可以做這個 青年發展委員會 政府會繼續 廣泛地聆聽青年人的意見 希望他們可以 參政、議政 這樣的情況 這樣阿超哥 都有提及的 就是那個三頁的問題 就是學業 就業 創業 和置業 四頁 就是這樣說 是的 困難呢 是幫青年人去解決的 其實呢 青年有未來 就等於香港有未來 我們祖國有未來 是的 只要青年人有希望 希望呢 小弟覺得 香港有希望 這也是 中國 我們祖國的大方向 是的 那今天呢 就是講到 人才方面 小弟的分析 就到這裡 那大家覺得 超哥 對吸引人才 在這方面 的看法是怎樣呢 是的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 comment 小弟會一回應 多謝大家